本欄目由北美华人最大的购物网站 义上购物特约播出 最齐全的商品最优惠的价格 已经在义上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主播Cherry 中国官方宣布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外界注意到这个消息由国务院宣布 并罕见出现国家主席习近平 没有担任这个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一职 而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全国多个领导领域小组组长 然而在中国与美国贸易战烽火燃烧 核心科技成为中国热点聚焦问题 而且北戴河会议期间这一消息引发关注 中国国务院8月8日宣布 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统一部署 根据议事协调机构调整有关安排和工作需要 决定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 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由李克强任组长刘鹤任副组长 据中国国务院报告指出 小组的主要职责为 研究审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 讨论审议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项目 协调国务院各部门之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 涉及科技的重大事项 消息说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技部 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由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兼任 中美贸易战战鼓高雷 中国报复川普的关税 首选大豆作为报复对象 尽管其他国家 尤其是南美国家 趁机加大对中国出口大豆 但这些贸易仍然不能满足中国的大豆需求 德国贸易专刊认为 中国很有可能被迫再次从美国进口大豆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在未来几周可能不得不再次进口美国大豆 据总部位于汉堡的游子业分析刊物 游世界周二表示 尽管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 但中国可能在未来几周 被迫再度开始购买美国大豆 因全球其他地区 无法提供能满足中国需求的充足大豆供应 中国7月对包括大豆在内的一系列美国商品 课征报复性关税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一直在寻找美国以外的替代供应来源 特别是南美大豆 但那里可供出口的大豆数量却在下降 据游世界表示 考虑到未来6个月 南美出口供应量预计同比将明显减少 中国国内大豆供应状况将十分的紧张 除非其重新开始大规模购买美国大豆 中国有可能不得不削减 畜牧业生产 这暗示国内市场价格将上涨 有世界还称 中国可能进口更多经过加工的豆魄 以代替大豆作为压榨原料 讽刺的是 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最终进口的 可能还是在阿根廷加工过的美国大豆 有世界还表示 增加最多的可能将是 从阿根廷出口到中国的豆魄 如果中国开始增加采购阿根廷豆魄 缺少大豆供应的阿根廷 或许将增加美国大豆进口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7日在华府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主题演讲 罕见警告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共产党需要知道 尽管美国寻求与北京建立正面的关系 但美国会在必要时刻 与中国对抗与竞争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说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7日在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主题演讲 薛瑞福指出 中国许多行为不符合美方推动自由开发印太地区的目标 包括其掠夺性经济行为 南海军事化等 薛瑞福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共产党需要知道 美国会在必要时与其对抗与竞争 据薛瑞福表示 美国认为台湾是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重要贡献者 为了双方利益 美方会思考如何在美台非官方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创意 维持伙伴关系 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7日举行研讨会讨论美国的东南亚战略 由薛瑞福发表主题演讲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 AEI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翰等人语谈 据薛瑞福表示 美国的战略举包容性不针对特定的国家 但中国许多行为明显不符合美方推动 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目标 中国中心通讯公司 一名从事中东地区销售业务的男性官员 今日透露了对美国向中心施加制裁 以及公司内部目前情况的看法 他说 中心为了解除美国施加的制裁 接受了美方开出的条件 简直犹如国耻 关于美国的制裁他表示 对于中心来说 制裁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公司在制裁的三个月期间处于空转状态 丧失了众多的订摊和项目计划 这名官员还称 2017年春美方本来已经与中心达成一致 但是仅仅一年时间就反悔 给中心加上各种罪名 这其中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原因 美国为了在谈判中处于优势 将中心当作谈判筹码 不仅是我这样想 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有这种想法 他还指出 我们公司确实违反了美国制定的规则 但是违反规则的并不是我们一家 瑞典通讯公司爱立信就没有受到美国的惩罚 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关于制裁解除 他表示 美国提出的制裁解除的条件 虽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为了公司的存续 我们必须接受 中心在全球拥有众多合作伙伴 继续被制裁将会给这些公司带来影响 中心正与日本的软银集团合作开发5G技术 如果制裁人在 将给日本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 美国提出的解除制裁的条件之一是 美方向中心派遣监视人员 这名官员对此表态 我们也是万不得已才接受这种条件 作为中国人来说 这就是国耻 美国政府对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 孙文广伤心期在家中 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 显然被警察破门而入 带走仪式表示关注 并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 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兴起来说 我们对警察在孙文广教授在家中 参加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节目时 破门而入 以及孙教授目前失联的报道感到关切 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 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 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 律师 新闻业者 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押 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 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无需要害怕打击报复 这位发言人还说 新闻业者揭示诸多问题 维持公民知情权 推动对重大问题的有力讨论 并让他们的政府 包括我们本国的政府承担责任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 和在中国的其他记者和媒体 专业人员的工作 他们为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 而奉献一生 并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我们要指出 中国的新闻业者在美国 可以作为新闻业者 自由从事他们的工作 而不会受到不应有的干扰 长期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 8月1日在他位于济南的家中 参加美国之音 实施大家谈节目的现场讨论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非洲之后 讨论中国的撒币外交 在这之前 孙文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 中国有大量的穷困人口 中国没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冲阔老 节目中 孙文广说 警察破门而入 节目中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随后与孙文广失去了联系 前去济南的记者叶斌发现称 孙文广夫妇已经不在他们的公寓中 现在无法得到中国警方或外交部的任何评论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 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共同主席 众议院克里斯·史密斯都发表了声明 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孙文广 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 中国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扼杀言论自由 和其他的基本权利 我们深切地关注孙文广教授的安全和现状 并呼吁立即将他无条件释放 复比士杂志7日报道说 商务部长罗斯采用不当手段 从他以前的生意伙伴骗取了上亿元的资金 报道说可能是美国史上最大的骗子之一 罗斯在进入川普政府任商务部长之前 是私募股权企业罗斯公司的老板 复比士杂志采访了21个熟悉罗斯的人后 报道说采访人指称 罗斯从他们身上骗取的资金超过了1亿2000万元 罗斯公司的三个前任主管表示 罗斯及其公司收取的不当费用至少有4800万元 而且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当事人为此提出了控告 该案仍在法院的审理当中 但罗斯认为对他的指控没有毫无逼具 罗斯表示联邦正确交易委员会SEC 从来没有对他启动过任何执法行动 但复比士杂志表示 罗斯没有说SEC在2016年 对他的公司开的230万元的罚单 罗斯公司的5名前员工说 罗斯公司还对投资人的损失费用 包括对一笔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投资 收取手续费 罗斯在谈到公司的管理费问题时说 没有一个政府管理部门 对我提出过此类或其他指控 关于我的传言毫无道理 复比士杂志报道说 罗斯以前的同事还称 罗斯曾从一家餐馆抓了一大把带糖 使他今后不用自己花钱买 但商务部一位不具名的员工说 罗斯在餐馆拿带糖的事纯属无稽之谈 商务部声明说 事实上没有一个管理部门对罗斯部长提出任何指控 重复过去的老调显然是出于个人攻击的目的 此类传言很久以前就出现过 早已不是新闻 而且毫不可信 女星范冰冰日前被央视前主播崔永元 爆出天价酬劳阴阳合同 引发了官方高度的关切 官方甚至下令彻查明星逃税 第一波锁定的调查片酬破千万人民币 近两百名明星 当中也包括了霍建华 彭于燕等台湾大咖艺人 前几日网络上还曾疯传范冰冰二次被捕 政府还下令下一个要清查的对象是一名歪姓女星 范冰冰被报阴阳合同后 审隐了近两个月 在上月底传出遭警方逮捕 不过资深媒体人许慎梅在节目上爆料 她透过穆小光朋友得知 范冰冰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和穆小光以及涉案公司员工 共五人被以协助调查的名义 被囚禁在北京某个秘密的宾馆中 而今又有传言称 范冰冰日前遭相关单位留置约谈 虽然已经被释放 不过她仍然被限制出境与居住 而她的经纪人穆小光则被捕入狱 这场逃税风波也继续延烧 现今官方已经下令对演艺圈查税 第一波遭到锁定的约200名艺人中 不乏在当地有天王片酬的 台湾大咖明星彭于燕 霍建华 赵又廷 阮晶天等人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的网络精神教员 24小时及时新闻追击 全面 公正 客观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万维独指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